蘇律師有想要辦生前告別室嗎 其實我沒有這個勇氣 我覺得 我覺得生前告別室 是比較適合說 如果真的我今天真的很生病 到很嚴重 或真的我真的年紀到一定程度 我覺得才去辦 那時候你已經沒能力辦了 對 那就算 在醫院裡面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辦完之後 我覺得廖老師 我辦完了廖老師 明天去吃飯 怪怪 會那種怪怪的 我會覺得怪怪 而且因為我可能被我媽影響到 我媽從小就跟我講說 她就跟我 她是沒有辦生前告別室 可是從小她給我生前告別的教育 媽媽如果睡了 不去了 你要知道 你不要讓別人摘養愚龍 我跟妳講 媽媽要嬉嬉 不要嬉嬉 因為只要大家沒看到 媽媽都贏了 所以她說 所以她一直給我生前告別的教育 她跟我們家人都這樣 我跟妳說 這個人就是很快就會走 媽媽照 沒關係 我跟妳講 媽媽天葬又看妳 妳就注意喔 她會 她生前就跟我們講這種告別 我們很習慣 就習慣 對 媽媽這樣說 從媽媽從以前說 從比較早期她還說 看看怎麼葬比較好 她說那我要花葬 到後面她就改 所以要用 樹葬 她說花葬很麻煩 她要改過海葬 海葬 不好啦 如果是說這樣處理 在外面 你要去想她的時候 還要暈船對不對 還要去海邊去想她會暈船 我覺得生前告別式這個事情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 可是我碰到一個 一個 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在常常講 財產很重要 怎麼把財產處理好 有一個延庭委演講的伯伯 他就說 十幾年前 我本來我是很想要把 所有事情都妥善處理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是怪怪的 不過他要寫一篇遺嘱 他的遺嘱我就幫他寫 他說他遺嘱不但要怎麼分 什麼房子要給什麼孫子 更重要是說 他告別式怎麼做 我已經想好了 一定要哪一個教會的牧師 來幫我做什麼處理 然後要怎麼樣唱什麼歌 統統寫在遺嘱裡面 他就他等於是很豁達的 也跟孩子們身體好 安排自己 安排自己 而且他遺嘱一般都只有財產 他連那告別式的那個內容 跟哪個牧師都指定 對 那過了大概 他十幾年前 那七八年前 他就說要蓋 蓋我家賣去 賣到房價很高 家賣去 他說那怎麼換 換完之後 都要走了 還在這件事 他沒有要走 他就是七年前 改遺嘱被蓋 但身體不是 有點不太舒服 他說蓋 因為家賣去 他說那現在 不好意思律師 我也交給了 所以 牧師要蓋 牧師要蓋 牧師也不在 換你的教會 換改教會 特別加說 今天還要捐一些財產 給做好事 那就幾年前的時候 他就過世 那過世我們就通知他的家人 他家人的孩子就來 我們就跟他講他爸的事 他孩子就說 他爸爸就生前就跟他講說 就是要做好事捐出來 他就這樣 人就是要這樣子 很擴大這樣 而且要把 像耶穌一樣 要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那他雖然遺嘱裡面有寫說 有一部分要捐 他兒子女兒說什麼 律師這樣不夠 要做多捐 我要多捐三百多萬出來 捐給一些那種 他的小孩 對他的小孩 就是遺嘱裡面有寫要捐一些 爸爸這樣講 可是他們 因為他們小孩子就聽到爸爸說 以前就跟他講說 你看像耶穌這樣 就是把財產都給別人 就是要照顧那些需要 他們還 就是他們可以不用捐 可是他說那這樣 那我要捐 他要捐給那個 就是一些 沒有食物吃的 那個孩子 或一些機構 他要捐出三百多 我就覺得 原來生前告別是這件事 有的狀況 我們真的沒辦法 沒有勇敢去做 可是用遺嘱這樣 其實孩子也會照著做 而且有些人 我碰到另外一個告別是 有的事情是 不要碰面的告別 我碰一個不要碰面告別 有一個阿姨來這邊 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想好 他沒有 他單身 他未婚 他跟他有兄弟也有姐妹 他有兄弟也有姐妹 那他跟哥哥跟姐姐比較好 但是哥哥姐姐也都老 有點失智 跟哥哥姐的孩子很好 就跟他們孫子 哥哥他弟弟妹妹 就是比較 都一直沒往來 他也七十幾歲 那他就想說 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不是什麼草 只覺得好像都沒有往來 那以後他就覺得說 如果這樣好好的走 也沒關係 大家就可以 就不要再互相 因為人不在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或要後世要搬 或是要蓋章 他單身 單身是有繼承的 就是兄弟姐妹 他覺得那就這樣 我的人不在的時候 我除了捐一些錢出來以外 我能不能讓我的家人 就是我就是愛這個 孫娜 孫娜我就喜歡他 那沒有見面 他們也不會想跟我見面 就算了 他能不能這樣做 我說可以 我就幫他設計好一個東西 換句話說 他給他的兄弟姐妹的小孩 並沒有給兄弟姐妹就對了 就是沒有給兄弟姐妹 也沒有給 他哥哥跟姐姐的小孩 但是沒有給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都完全不給他 因為弟弟妹妹跟他感情 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 那最後的時候 那他幾年前就過世了 那過世之後 也很慎重的告訴他的這個 那個受遺症人 那最後也要通知他們 那也是因為這個遺囑的東西 那些其他人就不用來牽制 就是有的人他們是 就可以打淡淡的處理掉 有的因為他畢竟他是繼承 OK 那志偉呢 志偉想辦嗎 我不會耶 因為我很害怕沒有人來 不會啦 阿姨你如果沒有人來 你是不是 因為他知道你還活著嘛 反正我們都會見面 那要再加一萬 還很小人去 他如果搬 加一萬 我也加兩萬 我也去 對啊 你沒收錢 還怕沒人來 沒有啦 我沒辦 對不起 有些人講說 你辦聖閒告別式 就可以知道 你朋友有多少 而且來的人 是真的在意你的人 所以我是跟蘇律師的想法一樣 如果今天我知道 我所剩不多 比方說 我知道我剩半年的壽命 那我會辦 那我就會清楚知道說 在我人生最後 像半年 搞不好你就躲在臉上 你根本不會頂張 那就是看狀況 我們講的狀況就是 你是可以走 可以動的 然後可以笑 可以哭的 所以來的人 哭我們一起哭 笑我們一起笑 那你們也見過我了 那真的我走了要 就是不帶走一片雲彩 你們也 我也沒有打算要辦什麼 如果我辦 生前告別式 我不會在殯儀館 我會去找一個 歡樂的地方 那裡面的照片啊 花啊什麼的 其實也不用照片 因為我本人在現場 不要去生命館 不是 然後我們也沒有要躺棺材 那我 我昨天還在跟我媽講 我去拜我爸 帶我媽去 我就跟我爸講說 爸我拜 我跟我們兒子說 我說我以後要樹葬 那他們要看我 就是去看樹就好了 那但是要去挑一個 不會被 什麼都根啊 或是被 幹嘛的 不然就見爸爸 被削掉 對 我就說跟跟剛剛黃老師講的一樣 我說我會跟我兒子說 你們就做把爸爸的一點骨灰 看你要做項鍊墜紙 要做戒指 或是你就做一個裝置物 因為我們兩個小孩 我有問他 你爸爸要拜公罵嗎 他們雖然一個高中 一個國中嘛 還不懂啦 沒有沒有 他們都會拜 尤其我們家老二很虔誠 他要考試前都會臨時拜公罵 他都會拜啊這樣子 周先撥避一個 他每次都說我是誰 公罵請你保佑我 什麼柯柯滿分 哇 你柯柯滿分 公罵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說 這樣要求太高了 對啦 我就跟他說 你就放在那上面 如果你要拜公罵 那這樣天天都可以看到爸爸 我老婆跟苗老婆 我就說他要什麼海葬啊 什麼的 他也不要 我就跟我的太太說 不要 你不要海葬 你這樣對孩子是一個折騰 我老婆說為什麼 我說那時候潘安邦 潘安邦就是海葬嘛 因為他澎湖灣嘛 對不對 就到澎湖去海葬 你知道那個灑出去的時候 那個風都吹到所有人臉上 對啊 就是 就是我們不要造成 這個家人的困擾 你還要坐船出去去灑海 海葬的好處就是 以後的後輩 去坐郵輪 你就是對你們的掃墓啦 但是因為我覺得潘大哥不一樣 因為他有代表性嘛 那是澎湖人 又在唱紅那個澎湖灣嘛 所以這個是特例 聽說你會買 很多的高保障的保單 因為我覺得與其給孩子就是 不是說給孩子 給家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 就是說人生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那當然你的資產 要做一些分配 如果有一些錢放在訂存 我們都知道就是利息越來越薄 那當然我就會去買一些 高保障的投資型的保單 那這投資型的保單 其實我只要不去贖回它 它每個月就會配錢給我 那我之前有在節目分享過啦 我就覺得我太太很厲害 我太太因為她比我晚買半年 她本來跟我說 你這一定遇到詐騙集團 哪有那麼好的事 我說那是大銀行拿來詐騙集團 她就是合法的詐騙集團 我太太不相信 結果後來她看我每個月都配息 她也願意去被詐騙了 對 我跟妳講 就這樣說我可能放三百萬 她只有放兩百萬 結果她的投資標的跟我不一樣 結果我每個月可能領一萬五一萬六 她都領三萬 她欠兩百萬 領三萬 我欠三百萬 領萬五 我就跟我的理專講說 你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她跟我想說 因為投資標的不一樣 我說我要換標的 AI 對啊 不公平 我太太的就是有AI 所以她每個月配就是 錢比我少 配得比我快一倍 又達到投資 又達到保險的目的 那像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說有一天你隔屁了 他就是陪你高保障 那你沒有隔屁 這個是可以試習到你的孩子 對 那我們買 我們也不用買自己 因為你自己是八十歲 但是我就買孩子 我是藥保人 那孩子活到八十歲 機會比我大多了吧 意外我們不講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我寧願 假設你說要去辦一個 什麼生前告別室 要花很多錢 那老師是要募款 我們怎麼可能募款 你看你要辦告別生前 對 生前告別室 你媽媽也不同意 我媽媽喔 他會說 我常常說要訴訟 他就一直給我命 他說 叫我爸爸 你不可以看你兒子賣 說你給他出門 叫他不可以這樣 叫他出門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